在殯葬區裡有幾個金塔被人推翻 丟在路中間 有些放在墳墓附近的金塔 懷疑被人打開了 元朗下游田村的18鄉原居民殯葬區 有超過30個金塔懷疑被人毀壞 村長在過去兩天收到數目人士的報告 於是報警求助 現在看清楚就不是了 廚房開了起碼超過30個以上 就應該是人毀了 我叫幾個村民過來今早報警 他都沒有無奈的 你上來這樣 你搞這些事情 盡量看看他怎樣 他自己弄回去 黃村長就說 以前未發生過類似事件 金塔裏也沒有貴重物品 已經通知受影響的家屬 案件交由新界北總區重案 二隊跟進